兩隻白鵝在湖水中悠遊嬉嬉 後方卻突然出現不速之客 一艘遙控船硬生生將兩路分開 遙控小船使勁加速 追趕在白鵝後方 呼呼他們已經被嚇到趕緊游走 還是純追不勝玩家的行為 同行正義 故意去追他們 對啊 追他們那些 對啊 真的很誇張 所以覺得這樣子不太好 對啊 超缺德的 有網友爆料疑似有遙控玩家 到宜蘭龍潭湖 用遙控船追趕白鵝 讓他們被嚇得趕緊躲開 影片PO往後也引起民眾大罰 為什麼要這樣欺負小動物的樣子 對啊 就是 牠在這邊好好的生活在這邊 為什麼要因為就是自己的娛樂 而去嚇那些動物 實際到龍潭湖一看 發現湖邊的告示牌上 並沒有明文規定 不能在這裡使用遙控船 詢問管理人員 也說目前只能柔性勸導 無法強制禁止 再看一次這個遙控船 湖上逼鵝的場面 兩隻小鵝原本是要開心細水 不過卻因此受到驚嚇 被迫分手 也難怪遙控玩家會引起公憤 記者林醫生蘇一歡 宇蘭報導 我們先去組裝 這個遙控堂 在這裡